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我听说啊 这个外资拼了命了把热钱汇到中国大陆去 狂买他们的大陆A股 三个重要的议题到底如何解读后世的演变 深入来探究 前线投独家议题马上为您追仔细了 时间快要到哦 520总统就职 到底台股现在还有没有520的就职典礼行情呢 有没有理由所在 当然如果真的有520行情的话 那么请问政策会做多的标的跟族群呢 竟然为您大公开 它的续航力呢 它的进出买卖点呢 为您说清楚了 这清楚 但是不明白 因为全世界各国央行都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狂印钞票啦 无上限的QE等等啦 来提振他们的经济 因为疫情冲击经济实在太过严重 本以为各国央行这么做 方向是对的 没想到竟然出现了两极化的做法 中国大陆现在继续在宽松 但是欧洲央行本来也是无上限的 大量的印钞票QE 没想到竟然德国法院判定 欧洲央行的QE是部分违宪 而且还限令欧洲央行 必须要在定类时间内要进行改善 不会吧 到底欧洲央行QE为什么会要做违宪呢 欧洲的经济现在又该怎么办 德国法院为何如此判 所以中欧的经济情势 包括了货币政策等等 全部都会深入探究 前线带来第二个大独家 就来探究这个重要的议题 另外这个也是重要的议题 上个礼拜三 有没有听我们专家解了 梦幻记忆体叫做M-RAN 如果忘记了 今天书房姐会再说更仔细了 今天第二集讲什么呢 第一个M-RAN到底听书了 它可以打破摩尔定律 为什么可以打破摩尔定律 难怪Samsung 台积电都在抢 M-RAN的商机 好了 商机到底有多大产值呢 已经运用M-RAN所带动的 相关产业的相关概念股 压轴地为您分析 台湾现在正在做未来趋势方向 说到了主角 鼠方姐 您好 晚安 瑞航 晚安 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和欧洲央行 为什么QE也会违宪呢 齐展直到 齐展您好 晚安 瑞航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台股今天收个小红 所以我当然期待 外资日后会翻多 如果会的话 外资翻多重要讯号呢 还有台积电有人说藏了隐忧 怎么回事 林珠 您好 晚安 瑞航好 大家好 520行情到底有没有相关的概念股呢 请到专家 文斌 您好 晚安 瑞航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不对劲了 我觉得今天那盘有点稍微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呢 先说 今天收涨了0.37% 收10774 专家向来告诉我们 只要能够收红 量保值在1800亿以上到2000亿 都是安全的 真的是安全吗 如果量OK 那我还是觉得K棒有点不对劲 哪不对劲呢 你看这两天都收了一个 类似转折红十次 昨天预衡不是说了吗 每逢十次常常会出现转折 我就怕它会不会往下转呢 哪怕这一条的三密线季线 大盘还是守得稳的 并没有破 线线就往下走 但是线线大盘没有破 可是我刚说会不会往下走 那是为台积电 拳王让我带来担心了 这一条生命线季线 你看台积电都在在下方走走 所以会不会台积电拖来大盘 往下掉 这是我的隐忧跟担心 不过话说回来 回头看看今天的外资动作 我就比较欣慰一点点了 你看外资 外资今天卖没错 但是卖压逐渐的减轻了 因此请看 外资卖压减轻 您早就被我们前线给说中了 因为选择权终于在今天 我等到您了 翻多了 总口数 昨天还是空方领先 今天多方翻多了 选择权 外资就在今天正式翻多 而且单日的变化 您看空的减的也比较多 所以两个都是翻多的选择权 我当然会希望 外资您就正式的 看能不能由卖转买 我告诉你逆价差更让我开心 昨天我看前现在都知道 我有问月航 礼拜一也问了玉堂 所以如果耳后 这个礼拜的逆价差 保值在-50点以下 外资不会出现了明显的套利的多单的同时 如果这时候再布局很多很多的期货的多单 那不就代表它的期货多单 是真心真意 看多吗 Bingo 昨天才讲 今天马上做给大家看 今天3800多口的多单的增加 但如果讲到这儿 你还没什么感觉 那么来看金额吧 林中文告诉大家说 外资的动作 要从现货期货选择权来判断 果然今天的金额翻多了 就算金额没有很大 但至少由空翻多 意义非凡 所以来看一下现货外资买车的棒子 我当然就期待了 外资卖差的金额 逐渐地递减下来 你看B3 B2 B1 会不会爬到一楼 由卖转买呢 这是我的期待贵买部分 贵买 今天又再建高点了 不过在高档位置出现了一个墓碑线 您说要不要担心 日股休市 今天日股适逢宪法制放假休市一天 韩国股市也涨了 涨了1.76% 其他市场亚股都红 台股虽然到最后涨不多 但台湾有重要的两个好消息 台商的资金回流 回台湾进行投资 我们的政府预估 在520之前 进而可以破一兆新台币 当然还有我们前线专家 台经院包括邱达森副主任 孟道博士都说过了 台湾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终于公布了 1.54% 依旧是灌亚洲四小龙 倍儿棒的 几个重要的好消息 跟您陈述完之后 跟您提 其亚洲股市今天的红 还有个让人开心的事情 那就是油价大涨了 只因为美国总统川普 涵涨油价 你看 涵涨油价 所以6月份的纽约油期 暴涨了20% 跳涨的格局 如果只有油涨 我还不讶异呢 你看连天然气 天然气的6月份期货合约 都大涨了 从铺段的地点 涨到现在没几天的时间 弹涨了38% 所以期展请上来 待会儿9点半开发的 美国股市 应该开高 继续开高 几率大咯 您看 盘先的美期都在涨 所以回到刚刚的左框 请问 这个油天然气 涨汁有理吗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但是大家要先了解这件事情 现在是我们可以保持乐观 但主要它这样上涨 应该是跌升反弹 为什么呢 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最近能源商品 最近都有在反弹 那为什么用跌升反弹来观察 是因为 因为油价来说 有5月1号 其实这波油价在上上星期 主体完成慢慢上来之后 其实主要起工的时间 在上礼拜 那为什么呢 由5月1号开始减产协议 开始什么 开始生效了 所以很多油价开始往上供 但这边有出现一个 很特别的现象 我们以前操作的时候 都说什么 买在消息出来的时候 那卖在实现的时候 这次反正是什么 如果你消息出来之后 你进去买会亏一屁股 然后这个真的实现之后 油价反而开始涨了 对跟过去的感觉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表示什么 它跟过去今天不同 所以你要用跌升反弹一个话题 我记得我们都会弄框话题来说 因为其实你说 算现在开始减产了 那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需求就已经高过什么 供给了 其实还是没有 没有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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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期待的就是什么 现在短线才有这个话题 支撑起来 加上川普 川普讲说什么 油价开始涨了 需求会回来 为什么 是因为他认为 即使重启经济后 会有什么 这个疫情开始重新发 因为他认为重启经济后 疫情有可能再度爆发 川普说的 对对对 但是他不得不重启 因为对美国经济来说 威胁太大了 也就是后面疫情在爆发 我们要来处理病毒 后面再来处理 但现在先让经济启动 对没错 所以至少经济启动之后 需求又慢慢回来 那爆发不爆发还不知道 那爆发的时候再跌一波 所以可以是这样子 所以是先什么 跌升反弹 跟大家报告 奇展这段话很重要 因为我们曾经教过了 股市当中的跌升反弹 跟回升是不一样 跌得很深 所以反弹 反弹的定义是 还会再跌 这就是第二波 可是如果回升就不再跌了 可是奇展现在认为 油价是跌升的反弹 日后可能还会再修正 对没错 OK知道了 OK好 第二个天然气 天然气其实为什么忽然喷上来 其实主要是什么 美国的肯塔基州 有天然气管线爆炸 所以是有这个爆炸话题 去把它带动 这也是短线上 对也是短线 我们准备一个图给大家看 如果你把时间拉长 会有点可怕 这个是从去年 应该2018年年底 那时候呢 这个天然气的价格 接近5块 从4.929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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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什么 跌到4月跌到1.519 那因为最近其实什么 弹起来 那就像刚刚说的 其实他是在这边 打底花了好几个月 时间慢慢上来 所以在这边 虽然这是反弹 但能不能做 我认为是可以在这边考虑的 为什么我们回到刚刚的字卡 可以抢个短 对 抢个短 因为什么 它都已经有了日线等级 甚至是周线等级的底部出场 刚刚那个是周线等级 对 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的字卡 就是有双框的字卡 左边 对 你看一下左边 其实这纽约原油 你看它跌下来 其实是不是也出现 第一个低点 出现第二个低点 双脚 对 对 才上来 双脚上来 对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确实是跌升反弹 但是也都有一个日线等级的底部 像这边也是 有等级 这个是周线等级的底部出来了 对 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它是一个点反弹 但是如果你的做短线 我认为是可行的 那只是要可行 可是要留意的是什么 如果疫情再度爆发 那可能就会再修正了 那目前呢 我们可以期待 我特别用期待这两个字 就表示什么 疫情不爆发才会有出现 疫情再爆发 你下半年复苏 可能就没那么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 下半年需求复苏 会带动这个能源上面走洋 但是因为是摸底嘛 所以现在并不适合 记得哦 这框记得 不适合大部位投资 你可以用一个 跌升反弹 一个摸底的角度 去买一点点试试看 但你说我压个身家 赌现在从油价 从20块到80块 现在还不适合 少做可以 短做也行 但不能长投 也不能大笔资金投入 都不行 因为呢 基站有说了 底面需求 根本压根还没有大局起来 现在依旧是功过于求 只是跌升反弹 还会再做修正 但期待下半年了 不过讲到了油 我就想到我们 台股当中 也很多连结油相关的ETF 交易所 台股石油ETF 新增加了一个下市机制 什么的下市机制 旗展代表说的很仔细 我们列原大标普原油 正二00672L 您看现在溢价幅度 还高达四倍以上 这么多 它的净值也才六毛 市价标到三块多 为什么会有新的下市机制 我跟他报告 因为油这波跌了六七成 这么样夸张 不是只有我们的油 做多的ETF 两倍这些重担 国际间何尝不是 来插播一下 这是国际间 包括台股当中的原油ETF 做多两倍 做多三倍 我们先看做多三倍 这都是做多三倍 观众朋友 全部清算 清算代表什么 下市没有的晚 你没办法凹回来 所以我们当然要有一些 新的下市规定 因此你看 原大标普原油正二 这个也是发行商 原大投信 厉害跟聪明 因为国际间 早就已经开始这么做 怎么做呢 这些的ETF 本来我现在是六月期货合约 然后快要到期 5月19号到期 我就到期之后换7月 7月到期之后换8月 每个月换 但因为证价差太大 所以成本太贵 所以他们现在呢 国际间发行商 ETF发行商 投信都变聪明了 直接放弃近的期货合约 改到远的期货合约 你看转9月 转12月 一大堆 避免损失太大 这个是对的方向 我认为你以避嫌角度来说 是对的方向 但是你赚钱角度来说 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你转到远月份的 你近期 很简单 你想一个概念 因为你转到12月份的 可是近期什么 油价是涨了翻倍了 从6块7块 涨到现在20几块了 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 因为已经转到远月份 这接着人家说 当你是正二两倍 可是因为你已经转到远月份 近期的大跌过大涨 你转不到 它的杠杆倍数 因为转到远月份 杠杆倍数反而就降低了 跟圆形反而有点像 所以那个下市机制 才有必要拟定 对 没错 好 那这个下市机制怎么样 我再提醒大家 虽然我们刚刚讲的是 以能源为主的 但是其实这个下市机制 是用所有类型的ETF 包括但不限于 跟能源油价 期货型 降材型相关 包括但不限于 所以都有可能 那基本上 像是我们常常 国人在投资 所以是所有的ETF 不是只有有ETF 对 因为其实你看嘛 其实虽然我们大家 有黄金的ETF 有其他ETF 那大家也觉得 黄金不可能跌到负值 不可能跌到零 但是它大跌的时候 也有可能出现风险 所以是所有ETF 如果它净值跌到零 或者是负值 就要在申报 净值日的上午七点前 其实就是什么 开始交易日前两个小时 九点往前算两个小时 之前 所以什么 上午七点之前 要公布 那公布呢 其实公布 大家你知道它公布 来不来即跑 来不即跑 因为它会在同日 就发布停止买卖 并且总之上 就直接下市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很多人会觉得 有疑问 说你虽然确实 你发布这个消息 让有些ETF 如果对它亏很多的话 它要下市 避免其他风险出现 那可是问题 投资人来不来即跑 所以你 来不及啊 对对对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今天如果你来不及跑 表示你犯了两个 很大的错误 第一个 你把期货型 或者是杠杆型的ETF 拿来长期投资 第二个是什么 当出现风险的时候 你不管它 你想要凹到底 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凹到底 才会有这么大溢价 那所以 其实有一个提醒机制 就是什么 就期货型ETF的发行商 他们必须要在商品价格 大幅变动的时候 他要事先 就要提醒投资人 没错 对 那例如说 如果近30个营业日 它的净值 就已经比发行的时候的净值 还要再下跌85% 就是剩下15%的时候 我告诉你 掉到两块以下 就已经跌超过八成五了 对没错 因为通常发行挂都是挂20块 跌了九成就变两块了 对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在官网上 什么 歇视资讯 那避免投资人来不及应对 所以第一个 你如果看到这个提醒机制 基本上它无论如何 可能是剩一块 近时剩一块也好 剩两块也好 但是还没归零 所以你一定来得及跑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了解两个重点 第一 就是接下来未来 各类型的ETF 都有可能会下失 但第二个重点就是 你必须除了自己的投资 你看它这个价格变动以外 了解近期以外 你要去看他们的官网 有没有告诉你 风险开始出现了 这个时候 你就要必须提早出出应对 感谢齐展 超级精彩的 不过齐展 待会下阶段 因为这两个提醒 这太重要了 我画个白板回来之后 再把你叮咛的 还有要保护投资人的 我们待会儿第二阶段 用白板再归纳一下 好 好 感谢您来 谢谢您 请回座 你看吧 不是只有我们 因为油价崩跌 不是三成 是六成 七成 八成 如此可怕 掉到了一只头 每桶的油价 我们刚刚不是有一张 全球 包括了台湾 还有国际间的ETF 你看三倍的 全部都上机展说的 都挂压蛋了 全部都下市了 清算了 我们当然要拟定新的 下市计划 可是因为怕您会来不及 回来之后教您 如何做更快速的警觉跟因应 那这是大家发现到 有机会吗 跑进去了吗 路股今天正式开盘 在连续假期之后 外资听说四月份 大买了大陆A股 金额这么庞大 文斌为什么外资喜欢去抄抵大陆A股 是有机会了吗 还有那我们台股当中也很多 路股ETF 买入的机会到了吗 预告 四月份外资在这个路股 大买了这个500亿的一个人民币 那没有太大意味 我认为五月份还会继续再买 甚至于这个到年底之前 都会持续的买进 到底原因如何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会再进一步的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另外刚刚也提到了 在美国现在对整个中国大陆 还有三大新的一个限制出口的一个限令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对大陆是冲击 那对台湾反而 它是一个间接的一个受贿 到底哪些股票会直接的受贿 又或者原因如何 我们也会一并来做说明 对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个 美国对中国大陆 外贸当中有新的禁令 听说外资点名 台湾有六大厂商 反而是有利的 是受贿的 待会文斌说清楚了 接下来要麻烦蜀方姐 你知道吗 这台股当中成交金额最大的 就是被动元件龙头 国具 国具并购再起 说凯美成为金山店的最大股东 可是国具凯美金山店 到底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的关系 被动元件的国具又要再发威了吗 蜀方姐预告 台湾并购王国具想干嘛 陈董这一次里面出手 所谓的铝色电容 他是不是又想在被动元件里面 再起风云 等一下告诉大家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最关心的人气王鸿海 今天公布四月份的营收双成涨 那到底对于股价的后市上面 会不会形成了推动的力量 等一下一一告诉观众朋友 见分晓 对哦 大家认为说 这个鸿海的业绩应该很难看 疫情很严重 没想到四月营收竟然创下 同期新高纪录 所以台股的三王要做表态 台股就会重展雄风 是不是这样呢 说到台股哪有那么样的顺遂 我刚刚报告了外资的一些讯号 好像外资快要翻多了 如果快要翻多 总有一些的先行步调 让我们察觉吧 那台积电都走在季限之下 不用担心吗 林中预告 三月不让多单活 四月不让空单活 那五月到底谁能活下来 台积电四月十七号法 所以只有一个跳空 现在感觉都快要回补了 那到底外资看到下半年 什么样的状况 稍后回来我们一一来检查 期货现货选择前的讯号 林中预好会预告 所以五月份到底是活多单 还是活空单 我快吓死了 两根的红十字 难不成会预告您往下吗 因为它让大家担心了吗 林中预第二个大主题 来请看 黄金最近走到 收敛三角形的末端 好像快要分胜负了 如果这样 林中告诉您说 小资男女也可以买黄金 这个新商品 听说它比黄金存责 更便宜 成本更低 真的吗 可是操作交易攻略 注意事项呢 今天认识它了